嗨,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剛才當機之後 本來想要去休息一下 我看了一下,我體力快40了 等了三分鐘之後 它已經滿了 所以我決定再來挑戰一次 我們這個 高級的副本 貪吃的大胃王 貪吃啊,貪吃的大胃王 剛剛BS我已經有重新 在關...不是BS,是那個 生木之塔重新再安裝一次 希望這次能順利通關 剛剛思考了一下 我比較有問題的關卡應該是9至10吧 CD時間縮起來真的是2秒 真的是還蠻...蠻難打的 這個遊戲設定的部分 技能確認就先把它關掉了 然後...音效跟生效我也決定關掉 比較不會那麼lag 安息的隊伍在使用方面 聽雜珠 跟... 控制珠子掉落 這是比較... 需要... 練習的一點 我轉珠又不是很快的人 基本上都會比較有問題 喔耶... 喔...三隻 再...再捶下去我就再見了 前面的關卡都還蠻簡單的啦 應該是還OK啦 記得除CD就好了 看一下我現在在...第三關而已 還OK 一關的話我平均是... 除CD大概是花兩次的時間 一關大概兩回合 因為我一次沒辦法全清啊 喔... 妙了...這史萊姆為什麼會有骷髏頭 喔...我扣血了...我扣血了... 我想說滿血怎麼會有骷髏頭 這個按的話... 喔...傷害6000 要小心一點 不小心轉到下面的... 按住基本上都要保留一些 不然... 有一關要是沒辦法全體攻擊就很危險 尤其他隊還蠻吃...蠻吃這個...這個部分的技術的 每次錄影手都會特別...不受控制... 每次錄影手都會特別...不受控制... 還蠻痛的... 哎呀...不小心K到了算了...K了就可以了... 好... 風紀再加上... 這個是...吸血... 呃... 我想...應該是沒什麼差兩次應該都OK 八回合的時間還蠻長的 只是說我不希望在第...第九...九隻...十隻九的... 暈到那個...轉租時間縮短兩秒... 那個...我就...真的是很難打... 哦...耶... 哦...耶... 哦... 剩四顆... 不太妙... 剩四顆... 不太妙... 剩四顆的話...我就清雜豬... 啊...不小心又消到了...算了... 本來要清雜豬的... 本來要清雜豬的... 先把吸血那隻K掉了... 風紀的話沒什麼感覺... 他垂我一下... 這個...讓他打的話... 兩千多地而已... 基本上... 沒什麼感覺... 現在就是清雜豬啊... 把雜豬清一清... 因為這算是個蠻好的機會... 好...讓下面比較多按出... 這樣打起來就很輕鬆了... 對...就全體攻擊了... 左下角按住... 是希望能夠保留多少... 就盡量保留... 哇...上面可以放一些雜豬... 間隔開來... 這一點... 也... 那是什麼呢... 屋邦先生... 在這裡... 這邊... 已經在這裡... 還是... 呀... 我 Tipp... 就看著你怎麼看... 因為... 那... 在前幾場就要開始 清理雜珠跟整理檯面了 不然像我剛才那一場就是啊 沒看到 像我剛才就是檯面上的豬太多了 就一直清就沒感覺 雜豬啦雜豬太多了 沒有去顧慮到說要存豬 最討厭就是這隻了 我剛忘記開阿提現在可以先偷開一下 這樣清至少右邊那隻清掉了 CD2的比較難搞 喔Shit 左邊那隻控場 我被這兩隻搞到了 剛好左邊防印記 右邊限CD 這個速度很快 Shit 我最討厭考我的手術了 我決定改變戰術 可是有一點風險 因為現在有七回合 數一下豬豬 1 2 3 4 5 因為我打算現在就是 思考一下看這個豬豬豬的分佈 因為我這個對我來講攻擊力太弱 我要打二十幾萬應該是有點拚了 重點是他秒數太短了 好我決定 改變一下戰術 轉心轉按 現在主要的話就是 目標是不能KO掉所有的怪 至少要留一隻 所以我會盡量把我的combo隔開來 讓combo數達到比較少的狀況 然後擊殺到右邊那隻光的 我想應該是這樣 喔耶不要太大力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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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耶成功了 嚇死我 現在難度又來了 就是你要控制 不要把 這隻史萊姆KO掉 喔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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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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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耶 喔還差一點點 還差一點點 還有三回合 還有三回合 我要保佑就是他不要掉 掉暗珠 掉暗珠我就完了 還有兩回合 這個因為我 是火轉心的部分 所以我必須要消水珠 這個又是一個賭注了 我看一下喔 只要他左上角 這一顆不掉暗珠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喔非常好 我要一回合 可以直接把它解決掉了 喔我的火珠 喔這種是比較非常顯的一種玩法 三回合我會再輕一回合雜珠 一回合雜珠 喔印記可以先開沒關係 因為可能會不喜歡打到 欸很好 欸不要不要不要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 欸很好很好 檯面非常漂亮 喔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喔我這隻浪套他可以轉強化星 所以攻擊力還會再加上去 這種打法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個人在打 武蜂目前這個隊伍 雖然說血量少到一個很極致 可是威力打出來真是很嚇人 接下來因為我沒有辦法間隔combo 所以就是靠天吃飯了 期待中啊 希望一次秒掉 再來再來 再來再來 橫的橫的橫的 喔危險 危險 危險啊 危險沒有秒掉 12345 這邊還要雞5 5顆12345 喔危險了真的危險 靠天吃反正是沒辦法 剛才1.4 1.6 我現在1.8倍的攻擊 這很難說 尤其我要控制這個格子要進去 算一下路線 只要是這一顆太遠了啦 我要控制到 達到左下角成一個T型是比較難 嗚 嘖 真是麻煩 而且我沒辦法連出combo來 轉 應該是動這顆應該比較有機會 退 我算一下路線喔 轉 推進來應該是可以 靠天吃飯再來 再來 再來 喔 有機會有機會 漂亮 喔 喔 真是險 我沒掉卡片 我不要再打這個關卡了 高級太難打了 轉到石頭就好了 喔 這個有點越級挑戰有點有點困難 好吧 既然要打卡片呢 我覺得 我這麼低這個這個燈 張到這麼低燈了 基本上還是乖乖的去 去打我的終極好了 好啦 影片打把的一個分享給大家參考 重點是這一隻啦 這個 讓他配合上暗吸的話 轉型強化還蠻好用的 基本上因為我隊伍沒有轉型蟲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靠這兩隻 再配合 這個是比較沒辦法的一點 因為雖然說我張牌裡面有呂布啊 可是呂布 技能只有3而且還沒練起來 可能練起來之後才會放進去吧 對啊 以上分享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啦 掰掰